我是当过滴滴刺激 真的对 我是真的当过滴滴刺激 是 那是 对一期节目做了一天滴滴刺激 然后去接单啊 然后去送客啊什么的 反正一天也挺有意思的 但我对北京滴哥滴姐的印象 最深的就是爱聊天 热心 而且是上之天文下之地理 上之天文下之地理 就是不懂英语 对吧 对对对 生聊 各种聊 上去以后真的各种跟您聊 而且特别热心 你哪去啊 哪人 外地人吧 上哪去 干嘛呢 跟说相 对各种跟你聊 你在北京打车 会不会跟司机俩就聊 有时聊 有时司机进来 你不是那心吗 我是那心 我说你是不是唱那刷刷那歌 那个人 刷刷 对对对 然后就瞎聊我一天 说你们这孩肯定特别挣钱 这次看我 我以前自己开车的时候 有一次下大雨 我就看见一个 就是一个妇女抱着一个孩子 然后旁边的应该是她的妈妈 就是祖孙三代 有可能是这个孩子发烧还是怎么着 下着雨在等着等着 然后我这么车一开过去 我想哎 这情况 因为为人父母之后 你这个感觉不一样 我就掉头过去 我就停着她的身边 我说你们去哪儿 她说往哪儿呢 哎我说我刚好顺路 上车吧 她没有看出是我 然后一上车 一看见是我 不是拍节目吧 到处找摄像头 找摄像头 你的车上有摄像头吗 我说没有 然后就妈妈是王涵了 后来把他们送到 他们要去 就觉得特别的不能 我倒是觉得我们电视间 所有的朋友 就如果在路上 特别是天气恶劣的情况之下 如果看到别人在路边等车 特别是又是老人跟孩子 特别是怀里抱着孩子 真的可以过去 如果顺道场问一下